兄弟们,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是我大哥给我准备的所有奥特曼纽弹都在这里了 终于该拆了 来,咱们直接先开个枪 满满一大枪啊,好重啊 哇塞 这么多奥特曼纽弹 嗯,好像有一张纸条 咱们看一下,上面写了什么啊 所有奥特曼全部集齐 希望你能好好对待他们 你的好大哥 OK啊大哥,我必须好好对待他们好吧 来,兄弟们,话不多说,直接开拆 先开哪一个呢 这个粉色的大大啊 先拿这个 然后再选一个红色的 再挑一个白色的 OK 咱们先拆这三个 这个奥特曼从外观上来看 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你们知道这什么奥特曼我觉得吗 好像有一张图纸看一下 上面有着捷克 初代 还有这个赛特曼奥特曼 包括下面有一些小房子建筑物啊 好的,咱们先放到一边 先来看一下这个头雕 这是什么奥特曼 感觉好酷呀 他的头标可以取下来 难道说这是赛文吗 嗯,不太像 来,咱们给他评装一下 这个奥特曼我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OK,评装完成 你们现在知道他是谁了吧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中间部分的话是可以发光的啊 嗯,他这里边并没有那个发光灯源 咱们给他放一个 先拨动一下按钮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他的发光效果如何 来展示 眼部为红色 发亮光 胸口的近视剑好像是一种 阴光绿啊 学生吧 给他装一个脚垫啊 固定一下 他到底叫啥呀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来,再拆一个 再拆一个白色的纽带 这个我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泰鲁奥特曼 他的爸爸的话 是奥特之父 儿子是泰家 对不对 来,给他评装一下啊 你们知道 泰鲁奥特曼的光源技能名字 叫什么吗 这也是一个泰鲁的名场面啊 一个放大招的一个姿态 好的 拼着完成 同样啊 这个奥特曼 他也是可以发光的 先来看一下 总共怎么样 感觉有点 不是很紧凑啊 裂缝太大了 再看一下这个红色的 这个我知道 平绳三杰里边 实力最强悍的一个 他的名字 叫做戴拿奥特曼 也被称之为 宇宙盖丢子 OK 这个也拼着完成了 他这个形态啊 是一个原始形态 背部的话 有一个发光灯槽 也是可以发光的 这个纽带 因为这个光源有限啊 所以说咱们就先不放了 还行 这个感觉 总共还不算去了吗 这三个奥特曼 你们更喜欢哪一位呢 兄弟们 后面还有满满一大箱 所有奥特曼都在这了 包括会发光的诺亚奥特曼 奥特之王 还有 特别基亚